女妾贼她偏爱高粱酒 那么只要心情不好 她就到超商去偷高粱酒来喝 因为之前是在酒店上班 所以她说自己的酒量非常好 上次这样的高粱酒 一天就可以喝完一整瓶 而她偷窃的过程 全被监视器画面拍了下来 超商监视器拍下 一名女子鬼鬼祟祟 先在走道上排回 接着趁无人之际 伸手将一瓶高粱 放进自己的袋子里 但整个偷窃的过程 通通都被录了下来 接到辖内的超商跟我们通报 说最近超商里面 老是丢掉高粱酒 这名女嫌犯为了躲避警方追气 还特意把机车 停到超商附近躲避茶器 但警方调阅监视器以车追人 将嫌犯逮捕到案 女嫌犯说她已经喝高粱酒成瘾 后续的话 再去我们辖区的超商 再去做调查 才发现原来还有另外四家 也曾经被她偷过高粱酒 这名脱酒贼向警方公称 一瓶150cc的高粱 一天之内就可以喝完 因为自己酒量太好 又没办法负担酒钱 才会出手行窃 据称她自己说 她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在这个特种一类的酒店上过班 所以她对于高粱酒这部分 她的酒量是非常好 她也特别对高粱酒情有独钟 料性嫌犯 因为她目前是离婚的状态中 目前跟同学男友在上班 然后这个工作上也不是很稳定 警方表示 这名女嫌犯目前以打零工为生 经济状况不佳 只要心情一步好 就会到超商偷高粱酒 借酒交仇 全案一切到罪侦办 记者张艺智杨清源 台中报导